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其实你就是我喜欢的人 我也喝醉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现在带你去吃个饭可以吗 对不起 我觉得我认错车了 因为我真的喝得太醉了 对不起 其实你不是我喜欢的人 我也是喝得很醉了 我明白了 我不会再烦你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有意图意料 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我 没有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没有背叛你 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喝多了 醉了 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喝酒讲话 可以当我喝醉 所以接下来我讲的话肯定又是胡说八道 10月14号那一天 我book了一个场地 要为我的女朋友准备一个60千的生日告白 然后这个Dartin Allen Moon Planet的突然间要我换日期 他要我的14号然后叫我去拿31号 现在14号过了 他突然间取消我31号的准证 你讲要取消就取消啊 你知道为了这一天我等了30年吗 你知道我拒绝了多少人吗 Dartin Allen这样子做为了什么 他会得到什么 你们用你们脑 用你们思维去想看啊 我猜啦 有可能或许有机会有机率 这个Dartin Allen是喜欢我 所以他不要让我去跟其他女生告白 要阻止我 我喝醉了 哈哈哈哈 真是发财力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会在我们家的 我回错家了 因为我喝醉了 因为我喝醉了 你们有更好的理由啊 It's a prank 那边有镜头 那边也有一个镜头 啊我终于成功 pranker他们了咯 It's a prank pranker 好像不只床登还酒驾 啊我终于成功 过去请下去 bro 不要玩 玩玩啦你以为